江蘇蘇州一間家具廠 近日復工之後 不是專注追回產量 而是搞了場接吻大賽 疫情之下 為何還要搞這麼親密的行為呢 不過做法又會不會不是太衛生啊 說到合情合理 不過輿論就不是很收貨了 《新京報》發文批評工廠 在錯誤的時間、錯誤的地點 舉辦一些錯誤的活動 而且竟然同肝全生產掛鉤 令人無語 網民也批評負責人 將低俗的東西當成有趣 甚至有人想介紹偉精神科醫生給他這樣說 也有人說身形肺炎可以醫 不過腦殘就不可以醫了